- 欢迎收看数学很简单,我是张老师 那今天晚上我们教的是九年级国山的数学 目前的进度人讲的是点线源跟位置关系的一些历届试题 从今天他也上起,全都教历届试题 大概预计要上两次到三次的课程 才能把这些历届题目详细的做说明 的第一题 他说 19页底下的第一题 好 那题目是说呢 他说 将一个半径为6的圆形纸片 沿着两条半径 剪开成两个扇形 这个动作同学听不懂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一个圆 我先画一下 一个圆 对不对 圆这样子 他呢 把圆形找出来之后 剪出两个半径 这样剪掉的意思 那剪两个半径之后 他说 会形成两个扇形 同学说 没有啊 这个扇形 只有这个扇形 跟你讲 这个是扇形 对不对 那这个呢 这不是扇形 难道叫小精灵吗 你说这个东西不是扇形 这个东西 他是小精灵 不是扇形 其实他也是扇形 所以这也是扇形 而这也扇形 所以这样剪两个半径 就会产生两个扇形 他的说法是没有错的 好说呢 其中呢 一个扇形的弧长是五拍 一个扇形的弧长是五拍 那另一个扇形的圆形角 度数为多少度 这样子 他说一个是五拍 这个是五拍 那边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说 圆半径是六 来同学 这时候我们这样做 他讲到圆形角 如果说你有上过 下个单元就知道说 什么叫圆形角 圆形角的度数 就是指这个地方 在圆形角度数 好 首先我们走五拍 这五拍可以怎么做呢 这五拍 就要跟整个圆周长 做比较 圆周长怎么求 直径成一拍 它的半径为六 直径呢 十二 所以十二拍 就是我的圆周长 圆周长是什么意思 是一整圈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一整圈里面 这边是五拍 那这边有几拍 剩下不就十二拍 几五拍 所以剩下这边是七拍 他会说 五拍的另外一边 的这个地方的圆形角 也是会说 问这个地方的角度 是多少度 对不对 好 再来 我们刚好说 圆的一圈 圆周长 它是十二拍 这边对应到的 长度是七拍 所以是说 圆一圈有十二拍 十二拍是我的 圆周长 但这边只有对应到七拍 所以比例叫做十二拍分之七拍 就这个湖场呢 占全部的比例 叫十二分之七 因为拍跟拍被我约掉了 好 这要问什么呢 他问说 那他对应的角度有几度 因为圆的一圈有三百六 所以把这答案 再乘上三百六十度 然后十二跟三百六 去约分 用十二约 这里是三十 乘以七 答案就两百一十度 换句话说 这个七拍 的这边的另外一个弧场 它所对应过来 的这个角度 就是两百一十度 所以答案选的是这一个 这样是我们的问题 当然这有些的方法 跟运用 可能是下个章节 会用到的 不过简单这样说明 好 再来我们看 那个第二题 他题目是说 如图 矩形的ABCD内 有一个灰色的扇形叫EOF 糟糕我没有灰色 灰色是这里 这边哪叫扇形 也只有这里有扇形 扇形叫EOF 然后其中EOF分别在ABBC跟C柱上 而且 胡AB跟A柱相切于G 的这一点 所以G的这一点 它就是一个切点 然后呢 BO长是2 BO2 好 这边写2 BO是2 再来CO是1 这里是1 全部不就3 然后他问你说 脚EOF是90度脚 这里是90度 所以这是个四分之一元的扇形 他问说矩形的周长是多少 你要求矩形的周长 那不就是长加宽乘2 对 有没有长 有啊 2加1就3了 长是3 有没有宽 没有 没有宽 宽跑哪去了 就是没有宽 没有宽 没有宽怎么办呢 你最好是把OG连起来是 是它的宽 你怎么知道 这连起来之后 跟它有平行 应该是有了 因为这是切点 跟原型脸会垂直 如果连起来之后 连起来之后 这里有 连起来之后 连起来之后啊 这里有垂直吗 这里有垂直 纽约上应该平行的哦 所以这个圆的半径 圆的半径啊 就跟 圆的半径哦 就跟这个CD一样长 就会有那个 就会有那个宽是多少 不过有个问题 那圆半径你要怎么求 你也没办法冲对不对 我们再看一下哦 呃 这两个三角形 感觉颇可疑的哦 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发现哦 OE是半径 半径跟半径 半径 半径都一样长哦 所以呢 你看哦 OE是半径 OF是半径 再加上哦 我画给你看哦 这边写个圈跟叉 圈叉相加十几度 因为这边是直角色号型 所以圈叉相加九十度 这边又直角 所以叉会配到圈 因为圈叉相加九十度 有没有注意到 圈等于圈 好 够了 这两个圈等 好 有没有 为什么圈等 因为它 好 你看哦 它是因为 为什么圈等哦 有没有条件 第一个哦 有这个脚对脚 还有直角对直角对 还有斜边对斜边 如果斜边是一个边 所以正确来说是 这个 这边直角 这边圈 这边直角 这边圈 对应到这个 这个边长 它叫做AAS圈等 不是HS哦 它是AAS 直角圈 这个斜边 直角圈斜边 它是AAS圈等 所以这两个圈等的理由 写一下 它是AAS圈等 好 那圈等完之后呢 哎来咯 圈等完之后 你OC是1耶 那B1呢 就对应过去啦 对不对 好 所以这边是1 那么B1也是1 好 结果你看哦 这边2 这边1 斜边你会求了吧 没错 你会求 怎么求 股平方 相加开根号 所以你要求这个O1场 可以求得出来啊 怎么求呢 这两个 股平方 相加开根号 好 所以它是2的平方 再加1的平方 开根号 2平方是4 1平方是1 4加1 答案是5 变根号5 所以O1场是根号5 那根号5算出来之后呢 哎 有救了哦 你O1是根号5啊 对 OF呢 根号5 那OG呢 一样是半径 没有 刚好说过啊 半径都一样长的啊 所以OG连起来之后呢 这个长度也是根号5 换句话说 那么C珠也是根号5啦 因为这两个是平行的耶 这是长方形的耶 所以 这边是根号5 那么 珠C 可这边长度呢 也是根号5了 那这边是到9号的周长 长加宽乘2 长是3 2加1变3了 长再加宽 宽是根号5 长加宽乘2 答案多少 答案是6加2 更号5 就是这个举行的周长的 所以答案选这一个 这样第二题有没有问题 他用到一些我们以前所学过的 就是三角形的全等的性质 那这两个全等完之后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边长是1 可以对应过来这边也是1 这样才能够求解 那么这里有没有问题 应该是没有了 好再来看这个下一题 看那个第三题 他的题目说呢 如下图呢 知道三角形ABC的内切圆 说到内切圆 就是说 这个圆呢 跟那三角形呢 它的三边都切到 称之为三角形的内切圆 所以切切切 这边有个切了 切到这边了 所以三个点都有切到 就是三个边都切到了 然后呢 他说那个 BC切 跟BC相切于珠 这里 没念 这内切圆分别跟ABBC相切于珠 以两点 跟AB相切于珠 跟BC相切于E 这两点 这里怎么不解释呢 奇怪 他说呢 要求那个A珠尝试多少 那就怪了啊 这边又不讲 ABC珠 给他取名叫F好了 这自己取的 叫F 所以F也是个切点 那他有说长度的话呢 在图 这边长度是1 这边是4 然后呢 这里有直角 也没画到 这里有直角 那目标是要求那个A珠尝 好 同学你有什么想法吗 你要求A珠尝怎么求 其实你看 圆外一点做切线的时候怎么样 切线断等长 所以这里是4呢 这边呢 当然也是4 好再看B 圆外一点做切线 切线断等长 这边是1 这边呢 一样是1 所以B珠跟BE都是1 这两个都是4 你要求A珠啊 对不对 你就把这A珠给他射多少 射X好不好 所以A珠X那AF呢 也是X S要怎么求 对 没错就那一招了 勾股定的一球 股平方加股平方 等于斜边的平方 好 那股是这个 这个股 这个股 这是斜边 所以它是股的平方 就4加1是5 5的平方再加上股 X加1 的平方等于斜边 斜边这边是X加4 所以等于A加4的平方 好 这边要那个乘法公司把它乘出来 好 首先第一个呢 5平方就525 再加上 这个要带那个A加B平方展开来 是A平方加2AB加B平方 好 你不要只有写X平方加1 那不对了 它是X平方再加2AB 2乘X乘以1 2X 再加1平方还是1 会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边也是 带乘法公司 X平方 再加两倍两个互乘 2乘X乘以4 8X 对不对 再加上4平方 4416 我们直接写出来 好 再来写到这边你不会怕 因为你会发现X平方 等候两边都有 刚好把它划掉 对不对 把它划掉 等量减法这两个不要 好 不要之后呢 我们左边整理一下 左边这边有谁啊 25加1是26 2X 它是2X再加上26 等于右边有谁呢 右边就剩下的8X 加16 我们要移向做处理 一哪边 是我会移这边 一过来减的话 8-2 6X 对不对 16一过来减16 答案是10 所以A3多少呢 6一过来处理6 一样照处啊 所以十六分之十 一分之多少 答案叫做三分之五 所以X解出来三分之五 X就是我的A租场 对不对 这边三分之五 所以A租多少 一样 答案叫三分之五 那AF呢 也三分之五 所以答案选这个 这是第三题 这样子OK 也算蛮轻松的一题 好 再来看那个第四题 之夜的第四题 那它说如图呢 坐标平均上 AB两点分别是 圆P跟A轴Y轴的焦点 所以AB两点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跟两轴的焦点 这没有形容特别东西啊 它说一个直接L 通过P点 而且跟AB垂直 直线L通过P点 而且跟AB垂直 它都是圆P耶 所以这P是圆芯耶 你圆芯 你又说画了这条线 这直径耶 对不对 又跟AB垂直 这边是显星距啊 所以这个有垂直之后呢 这个点就是他们的终点 AB的终点嘛 所以要显星距嘛 好 再来它说呢 A座标是A0 A座标 叫A0 我把它写上去 那B座标是04 04 所以这边数上去四格 然后呢 C座标是0-5 0-5代表说 从这边数过来是五格 它说A会小于0 那A的值是多少 要求A座标 A座标那个小A的值为多少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怎么做 我棘手A 然后这边 如果这边的长度是4 这边长度是5的话 4加5是9 我刚好说这条线 其实它很特殊 它对AB来说是一条它的中垂线 中间垂直平分线 我们有背过那个中垂线的性质 中垂线上任一跌到两端点等距离 把它连起来 你把这AC连起来之后 就发现呢 CACB一样长 那CB有多长 4加5是9 那么AC长度呢 就是9 题目要求A座标可以求的 这个地方是圆点 对不对 这里长度是5 这里是9 你要求A的这个A座标 那求这边长度不就好了 对 我把这边定义叫做O 好不好 A走Y走 叫点是O OA长多少 好来 OA长什么球呢 OA长的做法就是 根号的直角三角形 这是斜边 这是谷 OA是谷 所以斜边平方 减谷平方开根号 要写的是9平方 减掉5平方开根号 会变成根号的9981 扣掉5525 81扣25多少呢 根号的56 是吧 对56 好 56画减一下 56画减之后变多少呢 56画减之后是 短除法 我也不会画减 短除啊 56呢 短除啊 用2除28 用2除14 用2除7 好没了 在开根号的时候 两个两个算一个 两个2算一个2 所以2跑出来了 这两个都没出来 就标出来 在里面 根号的2714啊 验算一下 2平方之后 乘进来 224 4乘14 根号56 没有错 所以根号56画减是2 根号14 那么那个A座标呢 它是在原点的左边 所以座标是负的 所以A座标 那个A的值啊 是负2根号14 诶 题目说要画减吗 还是不用画减 要了 所以答案选这个 所以这个A座标的值 你要写负2根号14 因为在原点的左边 好 这第四题 这样有没有容易啊 有了 好 再来我们看那个 21页的第五题 第五条说如图啊 这是菱形ABCD 边长为10 菱形的这个ABCD是菱形 边长为10 这边写个10 代表一下 每边都是10 然后他说那个 AB跟A珠相切于EF2点 所以EF本身很特殊 它都是个切点 要记得哦 切点跟原型点就垂直了 那BG相切于G的这一点 所以G也是一个切点 然后AO45 AO45把它写起来 AO45 然后呢 圆半径为3 圆半径为3要写哪边 来圆半径为3 很多写法 我把这O1连起来 给他写3好了 反正这切点嘛 这原型 一连就垂直了 好 写完之后发现了一个东西 他说要求BG长 要求BG长 对不对 你看哦 你要求这个BG长 这个B什么东西啊 这个B是圆外一点 做切线 做切线段 切线段等长 所以BG等于B1 对不对 你要求BG等于求B1 那你要求B1 要怎么求呢 零行每边都是10 这边是10 那答案换出来了 这也是3 这边5 这边直角 3什么5的 345 所以A1就是4 A4以后这边是10 这边呢 零行每边等长 所以这边也是10 那10扣掉4以后多少 答案就是6 所以B1是6 那B1是6 那B1是6 那BG呢 一样也是6 因为切线段等长 结束了 所以答案选这个 答案是6 好 好看那个第六题 好第六题 他说呢 如图AB是原欧的直径 很明显 看得出来 那BC是原欧的一个弦 看得出来 他说之欧点 对BC做垂线 垂 交于B点 那摆明这咸心句 咸心句可以垂直平分BC 看过大家知道就好了 AB长16 通常这个给16 都不要写16 我会切一半写8 这边要写8 BC长12 一样整段长12 不要这样写 写12你就不好解了 这边给他写6 因为12除 12除26 看到68有没有 很高兴那边写10 对不对 神经病 680那个10在斜边 这是骨 这是斜边 你680 你这写10 你好意思喔 当然这不会是10 要另外求 然后他是要问什么 他问的是那个三角形的 OB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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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一块 对 为了要求这一块 那的确啦 还是要求欧株 但欧株绝对不是10 好不好 要另外求 怎么求呢 你要求欧株的话 用B4定理求 斜边平方 减谷平方 开根号 所以 8平方 减6平方 开根号 那8平方 是8864 减到6平方 6636 64减36 多少 根号的28 28 再化减 28你可以这样想 28是4728 对不对 那7开不出来 4开出来不叫2 所以答案是2 2跟号7 关于这根式运算 我有学过 有教过你们这一招 这方法比较好做 2跟号7 那所以欧株长 是2跟号7 他要求这一块面积 有没有 好不好求 他好求 底层高除外 底就是 所以三角形的什么 他是要求欧株株面积 就是底层高除外 底是2跟号7 高是6 所以2跟号7 1乘6除2 2跟2约分 好约掉 约掉之后 6乘刚号7 所以三角形面积答案多少 6跟号7 就算出来了 这是第六题 架母案题 也算是一个小题目 我个人觉得还算蛮简单的 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好看那个第二十二页 来 好第七题 如图呢 圆欧跟正方形的A 正方形 对啊正方形 正方形的A 正方形 那我不画歪掉了 好的正方形的ABCD 两边相切 这个圆 这个圆跟这边有切 这边有切 有切的 没有名字 这边有切到 这切点 这边有切切点 把它点一下 他说猪一跟圆欧相切于一 所以一也是个切点 对不对 好再来他说 半径为五 半径五 那就把它点起来好了 这边是半径 这边是五 这边也是五 因为半径是五 AB长是十一 AB长这边十一 十一是这里到这里 他要求什么 猪一长 难怪他跟他这样话 你要求那个猪一长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是猪一长等于谁啊 圆外一点做切线 切线段等长 这切点 对不对 所以猪一长 就等于这边的长度 这边长度怎么求 也很容易啊 我发现是送分题 这什么形 再注意看一次 这个大的是正方形 那这边五跟五 什么形 一样正方形 正方形的话 所以这边是五 再来这边长十一 这边一样是十一 所以十一扣掉五 这边就是六 这边六的话 注意呢也是六 因为切线段等长 好 结束了 答案写的是六 这是第七题 好看第八题 好题目说呢 图呢 图为平面上圆欧的 圆欧 圆欧什么意思啊 圆有名字啊 圆形是欧 叫圆欧 好圆欧呢 跟四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若圆欧的半径为二十 我写一下半径是二十 R是二十 R是半径的意思 R是半径 半径二十 怎么写那么丑 把插掉写过了 看来就不喜欢 R是二十 半径是二十 然后呢 他说有一个 有什么 圆欧 而且欧点欧做圆心嘛 圆心到其中一条直线的距离为十四公分 十四公分 好 他说呢 这个线是哪一条 那摆明什么线啊 你的半径都二十了 你原心到这个点 到那个线的距离才十四 比半径还要小 那个线一定是割线 割线就一条啦 答案就是L2 这一条是割线 所以答案选L2 所以这题会吐血喔 真的是送分耶 答案选的是这个 选B 好 看那个第九题 第九这题我说明一下 因为这一题 它有点超过你们的范围喔 因为我们在那个108克 特纲有做一些变动 两圆的位置关系被删掉了 所以 两个圆 什么外离啊 内离啊 外切啊 内切啊 香蕉啊 你们全部都听不懂 因为我们没有学过 这个单元被删掉 所以这题是考这东西喔 他说两个圆 香蕉于两点 所以我大概简单讲一下 香蕉什么意思啊 两个圆就碰到了嘛 不但有碰到 而且有焦点 叫香蕉于两点 他说圆心的距离是13公分 包含这个东西以前都有学过 圆心的距离 一般我们以前叫做连心距啊 就是圆心到圆心 连成一条线 它这个长度呢 就称之为 连心 连心线喔 连心线的长度 圆心到圆心的直线连线 叫连心线喔 连心线喔 你没有听过了喔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被删掉了喔 再也听不到了喔 好来 这连心线这一条喔 连心线喔 他说 这长 呃 圆心的距离13 代表说 连心线距离是13喔 他说哪一个选项的长度呢 可能是这两圆的半径喔 所以你看嘛 一个圆的半径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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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两个 这两个半径 这两个半径相加大于13喔 因为这里加这里嘛 一定超过13的啦 所以这两个半径相加大于13 你就挑那个答案喔 相加会大于13的 这样会有个问题喔 A的话呢 25跟40 相加有大于13 那B的话呢 相加大于13 那C跟猪肉差很多 是A跟B A的答案呢 是25跟40 B的答案呢 是20跟30 这个时候呢 他做个动作 把这两个半径相减 这两个半径相减呢 是15 这两个半径相减呢 是10 我们这13喔 还要超过这个 半径相减的答案以上 要超过10以上 这个比较适合 答案选他 他说下图中呢 CA跟C猪分别切圆O1 O2 与A珠2点 所以A珠是千点 CA珠是千线 另外呢 他说 CBC1呢 也切圆O2 与B2点 所以CBC1也是千线 那脚1是60度 这要写60度 自己写啦 再来脚265度 这边是65度 顺便送给他这个脚 180度 扣60度 扣65度 这边是55度 顺便写一下 然后呢 他说判断一下 ABC珠跟CE场 我把它画一下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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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场 跟谁 跟C珠 还有呢 C1 好 所以呢 这里面呢 是65度 角最大 大脚对 大边 60跟55 55比较小 小脚对小边 所以ABC叫小边 CA小边 那C珠呢 一样是小边 为什么 因为切线段的长 CA等于C珠 而且呢 CE等于CB啊 所以等于是 比较这个三角形的三边大小 在对应过来而已 所以 这个对过来 小对小 这边呢 中 中就对中了 所以他要比较蓝色的长度 AB边最大 但我图不对的 AB 大于CE 大于C珠 AB 大于C 大于C珠 那答案选的是A 好 那以上这个是历届试题的1到10题的部分 一节课讲试题应该也够了 差不多了 够力了 好 我们就先上到这里了 那 礼拜五再来 把继续把它上完 好 讲到这边了 拜拜